副老師 還有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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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先提這幾位 其實我剛剛在心里面 先跟鎮老師打一招就找 那这些人是我的喜欢者 除了这些我的老师之外 那在座的各位 不管我认识 或者我不认识 今天可能从头开始就参与 或者刚刚才来 谢谢 刚刚陈老师说40岁 以前40岁以后 是什么主意 我放到我自己身上来看 我只发现我40岁以后 变得比较有感情 变得比较容易流眼泪 这是我的事情 我一直在想 我要用什么样的角色 来参加今天这场这样的音乐会 以及我要谈什么 我后来发现我有三个角色 第一个角色是学生 我认为钟老师对我来讲是我的老师 第二个角色是战斗伙伴 这是刚刚主持人跟我讲的 第三个角色是朋友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简单的告诉各位 我从这三个角色 我看到了什么 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我参加陈老师办的环境布道师 我是在环境布道师的营会里头 第一次看到钟老师 那我从钟老师 从陈老师 从梁阳老师身上 我看到一个东西 我终于知道 原来当老师的 你讲的话 你自己要做得到 如果你做不到 就是骗人 我看到了社会人格的展现 同时我也知道 原来如果大学老师 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 社会的实践者跟行动者 台湾社会就会反对 后来我变成钟老师的战斗伙伴 在台中遇到他的 来台中跟他后面的机会不多 但是常常在台北 遇到他 在运动的场合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钟老师对事的坚持 对事的坚持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除了对事坚持之外 对人的善意 刚刚主持人谈到万宝 万宝第一次我们去环瓶的时候 当时有 那天台北下很大的雨 那我很早就去了 去了才发现 哇 钟老师也来了 环瓶我们进去里头 陈寝三分钟 每一个人进去陈寝 只能三分钟 三分钟结束之后出来 我们坐在旁边的会议室休息 我就去跟钟老师讲说 钟老师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关键 在农委会 他说我说为什么 说农委会是农业主管机关 结合农委会 基于自己的职责站出来 跟其他的机关说 我基于主管机关的立场 我反对这个案子的变更 但是这个案子就不会 不会有任何一段进去 就到此为止 结果钟老师听完之后 跟我讲一句话 他跟我说 用一样话 我去啊 来 我一会儿 所以我们当天下午 把老师团体结束 我们就到立场约 不要到立场约 但是把农委会的官员找到立场约 我看到了费师的坚持 那个费人的善意 他往往带着这些人 然后就到台队 让这些很无处的人变得相对 让他们感受到原来自己有可能 最后以一个朋友的角度 我在钟老师的身上看到 他对学生 对土地 对环境 以及对家人的在乎 关怀 还有爱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因为我认为 社会人的坚持善意 在乎关怀 还有爱 它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 最可贵的 而且可长可久的价值跟精神 所以只要在这个社会 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些价值 都还继续存留 继续流传 那钟老师 一如刚刚陈老师所谈 他就从来没有离开人 而且他一直都在 所以今天我们来听 钟老师的创作的歌 可是我一直认为 钟老师的生命就是一首歌 而且这首歌没有停下来 它应该继续被我们传唱下去 所以刚刚 刚刚谈到了 或者今天的整个联想会 我们都谈到了 其实我们整个社会是反生态 但是反生态的背后 我们不能看到 不只反生态 他也反政治 他也反经济 他也反社会 可是问题是反政治 反经济 反社会 却被我们的政府 或者被我们的财团开发者 放到我们的身上 放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想跟各位讲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从来没有反对发展 我相信钟老师 他的看法应该跟我们一样 我们从来没有反对发展 但是我们反对的是没有明天 不要明天 而且仗受迷火 甚至未来世代共同未来的发展方式 而现在就是 一直都是 我们也没有反杀 但是我们反奸商 我们更反 更反对杀 反对财团 治愈这个国家 我们当然更不反对民主 我们反对的是以民主之名 遭他摧毁 真正民主社会的价值所在 所以我相信我们要更努力 钟老师给我们很多力量 所以我们一定可以更努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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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